今天来到抗日民族英雄 电影《八百》的原型人物 谢靳元将军故居 1937年 谢靳元在松炉会战中帅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 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 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抗战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新章 毛主席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 谢靳元故居位于梅州市郊岭县新铺镇坚坑村 由谢靳元将军的曾祖父建于清代咸丰年间 共计二十三间 占地面积一千零八十平方米 建筑面积六百七十五平方米 亲爱的朋友 藏在微信服务里的同城旅行你用过吗 现推出同城畅游卡 花八十八元共得七百零四元利捡红包 一旦回本 赶快去看看吧